目睹妻子进入了一家星级酒店,我浑身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,看样子,老婆真的已经给我戴了绿帽子了,前阵子,老周就跟我提过,说我的老婆江雪可能已经背着我,在外面偷人。 当时,她拿着一张四人合影照,两男两女的泳装照,看起来就像两对情侣一样,其中一位美女就是她老婆苏密。 另外两位帅哥,据她说是两个男模特,我当时还不相信,我记得当时喝多了之后的老周就苦笑着对我说,杨哥,我老婆出柜了,就是跟照片上面的这个男的搞到了一起,他还跟我说了很多。 他现在在收集证据,准备离婚之类的话,最后,他提醒我,让我注意一下我的老婆江雪,是不是也在外面偷人了。 但是我一直不相信,我跟江雪结婚两年以来,虽然暂时还没有小孩,但是我们还是很恩爱的,而且我现在创业开的小公司,也开始有了起色,不仅换了一套200平的房子,而且还买了一辆麦巴赫, 也给江雪买了一辆保时捷,平时比较忙,加上下班之后,为了维护客户应酬也比较多,所以跟老婆江雪也是巨少离多。 今天,我特意提前下班回来,悄悄地跟在江雪的身后,看到他进入了一家酒店,我心里五味杂陈,平时都不怎么抽烟的我。 此刻,我狠狠地将手上的烟给掐灭了,然后就提着一袋提前从炸鸡店买好的汉堡炸鸡,还有可乐。 就朝着这家星级酒店走了进去,我的目的很明确,假装一名外卖员直接去捉监,我装成外卖员进入酒店之后,虽然没有看见江雪的身影。 但是我还是看见了那个南模的身影,心说,江雪做事也够精明啊,担心这样和南模一起进入酒店,被监控拍下来,所以他选择自己先上去了。 不过我进来的时候,刚刚好就看见了那个南模的背影,此刻,他正在电梯口处等着电梯,我戴着一顶鸭舌帽,趁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,匆匆地走了进去。 然后站在了电梯最里面,之后,我看到这个南模在八楼出去了之后,我直接上到了九楼,然后匆匆走人工楼梯,快速地下达了八楼,出来之后,我迅速地看向了酒店两边的走廊,就在我扭头看向左边的时候。 果真,我看到南模刚刚好进入了一间房间,我匆匆地看了一眼那间酒店的房号,看到南模进去了之后,我这才悄悄地跟了上去。 此刻,我就站在818房间的门口,刚刚,我就是亲眼看见那个南模走进了这个房间。 但是开门的人,我并没有看清楚是不是江雪。 宝贝,几天不见,真的是想死你了。 很明显,这个声音是这个南模发出来的,声音明显带着一些暧昧和挑逗。 我也想你啊,几天没有见到你,我心里也痒痒的,我家那个啊,简直就跟个太监一样,这个声音明显是个女人的声音。 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江雪的声音,因为此时她说话的声音比较小。 于是乎,我又将耳朵轻轻地贴在了大门上偷听。 刚开始,两人并没有什么动静,但是一会之后,我分明听见了江雪阿的大叫的声音,因为这个声音我很熟悉,而且我确定了,里面的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江雪,想到这里。 此刻,我握紧了拳头,双眼通红,整个人无比震怒。 我甚至一度想冲进去杀了这个贱女人和这个男模,以劫我心头之恨,但是片刻冷静下来,我觉得这样做不值得,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,搭上自己的一辈子,也太不值得了。 而且,我现在的生意有了起色,有了金钱,以后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。 不过,当我听到里面男欢女爱的声音,我准备好了手机,假装送外卖的,直接用力地敲起了房门。 只可惜,里面的狗难女太疯狂了,我敲了半嗓,居然没有人回应,而且此刻,里面的人也没有声音了,外卖。 外卖? 812客房的客人,你们的外卖到了。 我一边用力地敲着门,一边大声喊叫了起来,此刻,我真的想直接撞开门,冲进去,看看江雪和那个男模疯狂的场景。 但是此刻,里面依旧没有人回应,好像根本就没有人一样,洋洋。 就在这个时候,隔壁811的房间的大门,突然被打开了,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在叫我,我扭头一看,没有想到,竟然是我的老婆,江雪此刻,在喊我。 他看着我的时候,明显一阵惊讶,而我看到他的时候,显然也有些惊讶,不明白,为何他突然出现在了隔壁的房间,你怎么在这里。 江雪看着我手里提着的东西,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,我,我一个客户中午喝多了,我给他开了一间房让他休息,这回准备给他弄点吃的过来,我心虚地立马编造了一段善意的谎言。 我当然不能这个时候,让江雪知道我在跟踪他,不过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,江雪那间酒店里面,再次走出来一个美女,手里蹲着一杯红酒。 貌似有些喝醉的样子,江雪,再过来陪我两杯呗,喝完之后,咱们就把合同给签了,怎么样? 嗯嗯,好,来了。 江雪说完了之后,就准备直接走进酒店,同时扭头,对我小声说道,杨杨,我现在要陪一下客户,晚上可能要晚点回。 看到这个场景之后,我也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,看样子,我的确是想多了,原来那个男模来到这个酒店并不是来见我的老婆江雪的,看到江雪进去了之后,我也担心一会那个男模出来,闹了尴尬,因此我赶紧就朝着楼梯那边快速地走了过去,随后我便拐到了电梯里面, 不过此刻的心情明显比之前轻松了不少,江雪所在的811房间,里面的确出来了一个美女,而且江雪一身黑色小西装,看得出来的确是过来谈业务的,从电梯里面出来之后,原本心情不错的话, 再次因为前台客人的一句话,让我内心跌入了谷底,美女,通融一下,麻烦你们安排一下811和812这两间套房呗。 站在前台男子旁边的一位女子,有些好奇地问道,两间挨在一起的就可以了啦,干嘛非要制定这两间呀? 你懂啥? 这里811房和812房是联通的,玩起来更爽,听到这句话,我当即眼睛瞪得大大的,仿佛刚刚所有的谜团在一瞬间全部化解了,难怪我看到那个男模明明进了812房间,但是江雪却从811房间里面走了出来,而且为何我当时听见第一个女人说的话? 不像是江雪的,为何第二个女人的声音,我就确定是江雪的,原来812房间里面当时应该有两个女人啊,而且江雪说的的那个女客户其实只是她的朋友,他们刚刚一起在812房间和那个男模一起玩耍,想到这里,我眼珠子瞪大大的,感觉整个人费都要气炸了,心说,江雪,你他妈的玩得不错? 比老子还六啊,果真,酒店前台婉拒了这名男子的要求,因为他说那两间套房已经有人入住了,随后,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,再次提着炸鸡汉堡可乐,迅速地朝着酒店的812房和811房赶了过去, 等我赶到811的房间之后,我就开始拼命敲811房间的门,可是里面好像没人了,喂,你是干什么的? 这房间的人出去了,就在我迅速敲811房间的门的时候,突然,酒店的一个保安朝着我走了过来,示意我赶紧离开。 我老婆在里面,我来给她送些吃的,我将手里的装着炸鸡汉堡的打包袋,提了起来示意了一下,随即继续撬着,行了,别撬了,刚刚我看到他们离开了,再撬我可就要报警了, 这名保安小哥,明显有些不耐烦地朝着我走了过来,做出了驱赶的手势,那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呢? 见状,我又不甘心地询问了一下812房间的情况,都走了,好像都走了,行了,你快走吧,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,刚刚都接到客人投诉了,保安小哥不耐烦地走了过来之后,就要直接将我给赶走了, 我见到敲了半天,确实不见人出来,只好准备离开了,要不然人家报警了,我就麻烦了,进入电梯之后,我不甘心,直接掏出手机,给江雪打了一个电话,打了一次电话无人接,我便拨打了第二次,没想到这次江雪接得很快,老公,你回到家了吗? 我可能要晚点回来,你现在是不是离开了酒店啊? 我此时当然不能说我再次上去找过他,只得假装猜测式地问道,是啊,刚刚公司陈总打电话给我和客户,说是要请我们吃宵夜,另外,今天准备把这个单子给签了, 行了,我先不跟你说了,这车上我还有事情跟客户谈,江雪很快地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,便直接挂了电话,此时,电话那头确实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,原本我想继续打个电话问个清楚的,但是突然觉得没有必要, 毕竟,他们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女生,这个陈总也是个女人,挂了这通电话,我在想,难道我真的冤枉了江雪,还是江雪提前知道了我要捉奸,关键时候逃走了,从酒店出来, 看着这灯红酒绿的街道,我有些迷失了自己,总感觉心里堵得慌,之后,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,买了两罐啤酒,就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,心情也是极度地糟糕,想着我心爱的枕边人,居然跟男模在酒店鬼混,心里真的难受,或许现在离婚是最好的结局, 但是离婚之前,我必须要收集好江雪出轨的证据,我要让她一无所有,否则,难解我心头之恨,两罐啤酒下渡之后,心烦意乱之中,在街道的转角处,我突然看到了一家休闲会所,我犹豫了一下之后,终于是决定走了进去,说实话,自从我和江雪结婚之后,别说进这种休闲会所, 就是正规的足疗店,我都没有去过了,为的就是对得起江雪,为的就是尊重她,但是想到这么多年的真诚,换来的却是她的背叛,我心里真的是难受极了, 进去沐浴更衣完毕之后,我就被领班带进了一间豪华的包间,领班给我介绍的时候,我直接说来个最贵的服务,领班十分开心地介绍说, 店里面最近来了几个漂亮正点的妞,待会绝对包我满意,随后毕恭毕敬地退了下去,过了两分钟,便有美女过来敲门, 我闭目仰神地躺在床上,应了一句,进来,老板,您好,我是388号技师,很高兴为您服务, 不过这个美女的话还没有说完,我恍惚之中感觉这个声音还挺熟悉的,当我睁开眼抬起头,看了一眼,我当即呆住了, 这个不就是老周周文涛的老婆,苏蜜吗?苏蜜看见我的时候,顿时也愣了一下,随即双甲飞红,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杨哥,怎么是你? 原本,我一直对苏蜜的印象也是不错的,平时为人热情通情达理,经常杨哥杨哥地叫, 加上她是好朋友老周的老婆,所以自然也关系不错,但是自从老周跟我说了她老婆苏蜜, 还有我老婆江雪,两个人一起找男模鬼混的事情,我就对这个苏蜜无比讨厌了起来,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苏蜜什么时候来了,这种场所做起了济湿,你认错人了? 换一个,我看了一眼苏蜜,没好气地说着,此刻我的脑海之中,竟然还想着,万一苏蜜去我老婆江雪那里告状, 我还想着如何编造一套谎言蒙过去,杨哥,你能不能别要求换人? 你要是真的要求换人的话,我会被辞退的,因为,因为我现在真的需要钱,我老妈住院了, 突然,苏蜜哽咽着说了一段话,眼眶红润,看起来十分伤感的样子, 看到她突然这样,我也一下子懵了,毕竟她这个样子也不像是装出来的, 杨哥,杨哥,你放心,我不会告诉嫂子你来过这里,而且,只要你让我给你服务, 待会,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服务,我就给你做什么服务,绝对,绝对让你满意。 说实话,苏蜜其实也挺漂亮的,身材可都比我老婆江雪还要好, 一般男人看了,还真的会想如飞飞,听到她这么委屈地一说,我的心当即就软了,随口说了一句, 行吧,救你了。 苏蜜听了之后,顿时露出了高兴的表情,还特意将眼角的泪水给擦拭了一下, 随后,便将包厢的门给关上了,然后将屋内的灯光给调暗了一些, 杨哥,你想做个什么服务? 苏蜜将屋内的灯光调暗了之后,还是很客气地询问道, 你们这里有什么服务? 就给我来个最好的那个吧,虽然我心里痒痒的,但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, 毕竟,她可是我兄弟的老婆,杨哥,我懂了, 其实我知道你最近的心情不好,如果换做别人,我肯定不可能会这样的, 但是是你,我决定我满足你一次。 苏蜜说完了之后,特意去把门的插销给插上了,随后转过身, 直接脱掉了外衣,黑色的内衣,加上她那火爆的身材, 当即就让我有呼吸,有些急促了起来。 紧接着,苏蜜直接走了过来,然后骑到了我的身上, 杨哥,来吧,我今天把我都给你。 说实话,原本兴趣和浓的我,但是此时此刻,我却怎么样也下不了手。 俗话说,朋友欺不可欺,毕竟,她可是我好兄弟周文涛的妻子, 就算现在他们闹离婚,我也下不了手。 苏蜜,起来吧,别这样,你给我随便按按就行了, 听到我这么一说,苏蜜顿时又差点哭了起来。 呜,杨哥,你是不是一会会去投诉我啊? 你今天要是在投诉我,明天我就要被开除了,到时候,这两天就白做了。 看到他这样,我当即就懵了,有些不爽地说着,周文涛没有给你钱吗? 你做这个,周文涛知道了,不会生气吗? 杨哥,我不怕你笑话,其实老周早就不管我了, 自从我老妈住院之后,他就不管我们了, 我也知道,我老妈这个病,想要治好,真的需要太多太多钱了。 苏蜜一边说着,一边开始擦着眼角的泪水,随后,苏蜜又说道, 杨哥,其实这里只是正规按摩,并不是你想的那样, 我也是昨天才来的,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帮客人做其他服务, 所以才被投诉的,听到这些,我心里也有些凌乱了起来。 毕竟,这些事情,老周从来没有跟我说过, 他只是跟我说他老婆出轨的事情,听到这些,我忍不住问了起来, 前阵子,你和我老婆,不是找了两个男模一起去玩吗? 还在泳池边,穿着泳衣合影。 苏蜜一听脸都红了,连忙解释着说, 杨哥,你可能误会了,那天学姐约我去游泳, 但是那两个男模好像是学姐找来的。 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,那江雪呢? 至于苏蜜有没有跟男模发生关系,我已经懒得关系了, 我只是关心江雪到底是不是出轨了, 学姐那边我也不太确定, 那天我走后,学姐是和那个男模一起离开的, 听到这里,此刻我的心里面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这么说来,看来只有江雪背叛了我, 反而是苏蜜没有出轨,这让我的心里当即就炸了。 随后,我也没有心情继续待在会所了, 临走时,我向苏蜜保证不会将她的事情告诉老周的。 临走时,我加了苏蜜的微信, 之前我并没有加她微信, 有时要么是我老婆联系她, 要么是我联系她老公老周。 出来后,我看了一下苏蜜的朋友圈, 看到了一个月之前的动态, 居然是一条筹款的水滴筹, 原来她的老妈患了乳腺癌, 现在一直在放疗化疗, 看起来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。 这样说来, 看来苏蜜说的缺钱也是真的, 而且,我点进去看了之后, 发现她老妈也确实可怜, 病得不轻, 见状, 我直接赚了一万块给苏蜜, 并留言, 这些钱就当给阿姨看病的, 收下别告诉老周和姜雪。 很快, 苏蜜便发来了一个万分感谢的小爱心, 和三只玫瑰花, 看样子她应该很感动, 就这样迷迷糊糊到了家之后, 我发现姜雪居然还没有回来, 于是我就这样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,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 大概凌晨的时候, 姜雪才从外面回来, 当她打开灯, 看见我居然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睡着了, 当即也是吓了一跳, 脸上明显闪过了一阵慌张。 老公, 你怎么不进去睡? 都说了, 今晚我会晚点回, 姜雪一边埋怨着, 一边脱高跟鞋, 很快穿上拖鞋, 就朝着卫生间走了过去, 我无意瞟了一眼, 发现她穿着的黑色丝袜后面, 居然破了一个大洞, 因为是在她的后面, 所以姜雪可能没有注意到, 我有些生气地指着她说, 怎么回事? 开个会, 连丝袜都弄破了。 听到我这么一说, 姜雪眼神明显慌张地, 赶紧扭头看了一下, 随后她尴尬地说着, 哎呀, 可能是刚刚不小心浮沉总回家的时候, 被什么东西给刮了一下, 姜雪尴尬地笑了一下, 随后便快速地钻进了卫生间, 就开始给自己洗起了热水澡, 姜雪这个解释, 让我更加怀疑了起来, 因为这个黑丝袜的洞, 不像是被什么给刮到的样子, 相反更像是被人用手特意撕开的样子。 姜雪洗完澡之后, 就直接进了卧室, 我想进去跟她亲人一下, 顺便试探一下, 但是姜雪却一把把我推开了, 哎呀, 你澡都还没有洗, 好大的汗味啊, 快去洗洗吧, 姜雪说完, 便将我直接用力地推开了, 随后, 她盖上的被子就到头大睡, 等我洗完澡进来之后, 姜雪似乎已经睡着了, 我骑到她身上, 想要跟她亲人, 但是姜雪却嚷嚷着, 太晚了, 太累了, 好困了之类的话, 直接敷衍了我, 就这样, 我就在迷迷糊糊, 以及胡思乱想之中睡着了,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, 姜雪不知道什么时候, 已经去上班了, 我起来洗漱完毕, 眼神一下子就看见了昨天晚上, 她扔在垃圾桶里面的那条黑色袜, 我还特意将黑色捡起来, 仔细看了一眼, 发现我的猜测没错, 绝对是被人给撕破的, 不像是被刮到的样子, 让我更加震惊的是, 垃圾桶里面, 居然还有她昨晚换下的内裤, 竟然也直接扔进了垃圾桶, 看到这个东西,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, 看来姜雪昨晚真的跟那个男模搞在一起了, 回来竟然还知道把内裤扔了, 想想我都觉得恶心, 去到公司, 我一个上午都没有心情工作, 满脑子都是姜雪跟那个男模疯狂的场面, 下午的时候, 终于是忍不住给周文涛打了一个电话, 约他出来聊聊, 顺便问问他的打算和调查情况, 周文涛来了之后, 很平静地对我说, 他老婆苏密出轨的证据, 他收集得差不多了, 而且他告诉我, 约我老婆的那个男模的一名叫皮特, 期间有两次, 我有意试探周文涛, 问他知不知道, 他老婆苏密家里的一些情况, 以及苏密现在在会所兼职的情况, 但是老周似乎根本不感兴趣, 只想着尽快离婚, 临走时, 周文涛还给我透露, 我老婆他们公司明天好像要去狮子湾团建, 而且我老婆姜雪还特意约了那个男模皮特, 好像他老婆也准备一起去听到这个消息, 我当即震怒了, 没有想到江雪丸的真开放, 这么快又约南模去狮子湾湾, 那你去吗? 老周, 我当然去啊, 而且我老婆已经跟我说了让我一起去, 其实啊, 他们就是想半夜的时候, 趁着我们睡着, 或者喝多了之后, 在约会, 那样啊说会更刺激点, 老周说到这里的时候, 也是气得不行, 端起一杯咖啡, 竟然像喝酒一样一饮而尽了, 可是我想去, 我老婆姜雪并不一定让我去, 到时候我可能只能偷偷去, 我叹了一口气, 凭借我对姜雪的了解, 这种人多的活动, 她一般是不喜欢带上我去的, 那晚点再说, 万一不行, 到时候我假装给你个电话, 约你一起, 老周显得很认真的说道, 因为很信任老周, 所以老周说什么就是什么, 我当即点头答应了, 晚上回到家, 我还特意炒了两个菜做了晚饭, 本来我以为姜雪不回来吃的, 但是没有想到, 她竟然也按时下班回来吃饭了, 吃饭的时候, 我就一直想着, 姜雪到底会不会跟我说他们公司团建的事情, 会不会真的背着我, 再次约会那个南摩皮特, 吃饭吃到一半, 我突然狠狠打了一个喷嚏, 似乎有些感冒的症状, 我这才想起来, 下午和老周见面喝咖啡的时候, 她还特意选了一个空调口下面, 当时还吹着真的有些冷, 怎么了, 是不是感冒了, 姜雪装作很关心地说道, 我没事, 可能是下午吹空调凉了一下, 我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, 听到这话, 姜雪起来立即给我倒来了一杯温开水, 然后说道, 我们公司明天组织去狮子湾团建, 可以带家属, 你要不要一起去, 原本心情复杂的我, 听到这话, 不知道是该开戏还是难受, 就像老周所说的, 他邀请我一起去, 其实就是了为了和南模皮特玩得更加刺激一些罢了, 行了, 咱们俩也好久没有出去旅游了, 明天我请个假陪你一起去, 其实, 我去的目的, 就是想好好看看, 看看姜雪到底和那个南模皮特玩一些什么玩, 花样, 然后悄悄拍下他们出轨的证据, 这样很好啊, 苏密说他老公周文涛好像也已经答应跟着一起去了, 到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玩耍, 就不用跟公司的人一起了, 姜雪说着这话的时候, 脸上泛起了涟漪, 不过我相信, 肯定不是因为这些, 而是因为他到时候可以和南模皮特一起鬼混, 第二天下午, 姜雪和苏密是坐他们公司的大巴一起去的, 我是老周开车载着我一起去的, 我和老周到了狮子湾的时候, 他们的大巴已经到了, 一眼看过去, 估计有好五六十人, 而且狮子湾上面人也不少, 随后领队的便给我们安排房间, 因为姜雪和苏密提前跟他们公司说好了, 所以给我们两家人, 安排了两间安排在一起的房间, 我和姜雪的房间在走廊的最里面, 老周和苏密的房间在我们的隔壁, 和苏密经历过昨天会所的事情, 说实话,此刻, 让我面对苏密的时候, 总感觉怪怪的, 有些不自在, 而苏密看见我的时候, 自然也是没有以前那么自然, 有些容易脸红, 放下行李之后, 就是自由活动, 随后就是晚宴,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 自由活动的时候, 我竟然真的看到了那个南摩皮特, 居然也出现在了狮子湾, 而且和苏密有关系的那个南摩, 似乎也在, 虽然他们一对人马有说有笑的, 也有好几位漂亮的美女一起, 我看到之后, 整个人就真的不淡定了, 看来老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, 姜雪为了跟这个南摩皮特来点更刺激的, 竟然还特意邀请, 我跟他一起来这里团建, 晚宴吃的是自助餐, 而我的心情却是冰冷的, 不过我却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,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, 跟姜雪一起,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桌, 自助餐的味道还可以, 不算太差, 老周似乎看出了我的不爽的心思, 就陪我喝了两罐啤酒, 而我看到姜雪和苏蜜, 有说有笑的一边聊着天, 一边喝着鸡尾酒的时候, 让我的心情更加难受了起来, 我在想着, 姜雪是不是会等我晚上睡着之后, 特意去找那个皮特约会, 是不是他们一起去鬼混, 寻找更多的刺激, 因为之前, 我在经过皮特他们那群朋友聊天的时候, 就得知他们今天晚上, 会在这里搞非常刺激的游戏, 想到这些, 我联想到姜雪和这些男人一起暧昧的场景, 我心里更加难受了起来, 杨杨, 那边有白酒, 要不咱们喝点白的? 老周看见我有些闷闷不乐的喝着酒, 竟然提议喝点白酒, 行吧, 健壮, 我没有异议, 很快, 老周就弄来了一瓶五粮液, 我们两个就这样喝了起来, 看到我们喝白酒很开心, 姜雪和苏蜜两个女人, 又弄来了一瓶红酒, 大概是喝多了之后, 开始有些晕了, 姜雪和老周又给我倒了一杯红酒, 尤其是看到姜雪和苏蜜故意在敬我酒, 让我的心里更加不爽了起来, 因为很明显, 他们就是想关罪我, 然后晚上去找他们的男模苟且, 虽然我的心里面是清醒的, 但是连着喝了啤酒, 白酒加上红酒, 说实话, 我是真的有些顶不住了, 后来迷迷糊糊之中, 我发现我们四个人好像都喝得有点多了, 我的话也多了起来, 而姜雪却以为我很开心, 和她一起出来团建, 洋洋, 你少喝点, 晚上十点有火山喷发的表演, 然后就是篝火晚会, 听到姜雪这番假装关心的话, 此刻, 我忍不住笑了。 看来后面的篝火晚会, 才是她今晚最期待的节目吧, 因为那个时候, 她就可以有意无意地和男模皮克接触了, 而现在我喝得差不多了, 到时候两个人就可以疯狂地偷情了, 虽然此时我确实看起来喝多了, 但是好在, 我提前偷偷喝下了醒酒药, 而苏蜜似乎也喝多了, 提前一个人说先回去休息一下, 之后, 就是自由活动, 也可以回房先休息一下, 因为姜雪和老周看到我确实喝多了, 他们就一起扶着我回去休息, 我记得我的房间是最里面的一间, 但是不知道为何, 姜雪和老周扶着我的时候, 却把我带进了老周和苏蜜的那间房, 三种酒一起下渡, 说实话, 真的很晕的, 如果不是因为我提前喝了醒酒茶, 此刻, 我估计早已经不省人事了, 进去后, 老周和姜雪将我扶在床上之后, 便悄悄离开了, 随后, 我躺在床上胡乱滚了一下, 却发现床上有个人, 我当时以为是姜雪, 但是我摸了他一下之后, 感觉不太像, 因为姜雪的胸没有那么大, 迷迷糊糊之中, 我睁开眼看了一下, 发现竟然是苏蜜, 我当即吓了一跳, 准备从床上爬起来, 不料, 却被苏蜜用力地将我按在了床上, 他拼命地搂住了我的脖子, 我当时以为苏蜜是不是被吓了药了, 结果, 他将小手故意伸到了我的眼睛前面, 我看到他的小手上面写了几个小字, 有监控, 配合我, 看到这几个小字, 我当即酒醒了一半, 因为此刻我的脑海之中,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疑惑了, 而苏蜜这么一说, 我自然是相信了他的话, 苏蜜见我相信了他的话, 他便开始抱着我疯狂地亲吻了起来, 他见我无动于衷, 有些着急的小声说道, 杨哥, 你不喜欢我吗? 他说着这话的时候, 示意我去摸他, 亲他, 就在我热血沸腾的时候, 苏蜜突然小声问道, 杨哥, 你是不是不舒服? 是不是要吐呀? 是不是啊? 我看到他疯狂眨眼之后, 当即明白了, 然后装作一副立马就要呕吐的样子, 哎呀, 杨哥, 忍着, 我扶你去洗手间, 瞬间, 我用手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, 假装就要呕吐的样子, 然后在苏蜜的搀扶之下, 疯狂地朝着旁边的洗手间里面走了进去, 进去之后, 我便假装大声呕吐了起来, 而苏蜜却连忙将旁边的水龙头给打开了, 随后, 又故意用水冲了冲马桶, 苏蜜这才惊慌地将我拉到洗手间的角落里面, 对我说, 杨哥, 你现在一定要听我说, 其实想害死你的人是周文涛和江雪, 他们才是一对, 其实我和老周半年前都已经离婚了,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圈套, 很快老周和你老婆江雪就要来捉奸了, 到时候, 他们就会引你到狮子湾的假火山那里, 他们会趁机和你争吵的时候, 让你不小心摔进旁边的大海里, 你因为喝醉了酒, 肯定必死无疑, 但是我不想你死, 如果你想找到他们害你的证据, 你必须听我的, 就配合他们跳进大海, 我已经悄悄在那边海域, 请了两个蛙人到时候会救你走的, 苏密说得很紧张, 也很急促, 而且他说着很快老周就要进来了, 所以让我务必相信他, 没办法, 很快, 他就搀扶着我从洗手间里面走了出来, 出来之后, 苏密拿起了桌子上面的一杯水递给我, 让我喝下, 但是当我拿起来准备喝下的时候, 我突然隐隐想起来, 江雪临走的时候, 好像给我冲了一包头包在这杯水里面, 不过我此时想不了那么多, 苏密催着我赶紧喝下, 我只好喝了一大口, 随即, 他直接抱着我, 一边亲吻我, 一边脱他的衣服, 果真, 就在这个时候, 房门突然打开了, 果真是周伟涛急匆匆地走了进来, 杨阳, 你这个畜生, 我把你当兄弟, 你他妈的居然想睡我老婆, 老周健壮, 生气地抄起旁边的一个凳子, 就要朝我砸过来, 苏密健壮, 连忙上前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老周, 然后对我吼道, 杨阳, 你快跑, 快跑啊, 同时, 苏密不停地解释道, 周文涛, 这些都是误会啊, 是误会啊, 是啊, 误会啊, 此刻, 我也顺着苏密的意思, 赶紧冲了出去, 因为这一切, 说明苏密跟我说的都是真的, 我从周文涛房间里面出来之后, 江雪正好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, 看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, 连忙问道, 杨阳, 怎么了? 干嘛慌慌张张张的, 而这个时候, 周文涛却拿了一个半截玻璃瓶, 从房间里面追了出来, 杨阳, 你站住, 我要杀了你, 杀了你, 江雪看到周文涛拿着半截玻璃瓶要杀我, 显然也慌了, 就连忙搀扶着我, 往房间外面跑了出去, 我回头的时候, 隐隐看见苏密紧紧地抱住了周文涛, 要不然, 我肯定会被他狠狠地揍一顿, 就这样, 我被江雪带着那个火山表演的小岛上, 旁边就是大海, 此刻, 旁边有很多游客。 江雪这才冷静地问道, 杨阳,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为什么周文涛要杀你啊? 不过还没有等我开口, 周文涛再次拿着一个半截玻璃瓶冲了过来, 杨阳, 我要杀了你, 你他妈的居然想睡我老婆, 你这个畜生, 他的一番话顿时令众多游客全部惊讶地看向了我, 而我此刻脑子里面一片混乱了起来, 不知道是喝太多酒的缘故, 还是刚刚喝的那杯水, 总之这一刻, 我感觉我脑子要炸了, 好啊, 杨阳, 看不出来,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, 居然连你好兄弟的女人, 你都不放过, 你还是个男人吗? 他们这么一说, 瞬间, 很多游客都开始对我唾弃和攻击了起来, 一下子, 我就被逼到了假火山的边缘, 旁边就是大海, 而我此刻脑海之中不停地回想起苏密, 刚刚在洗手间跟我的说一番话, 说想要害死我的是周文涛和江雪, 想到他已经在大海里面安排了营救队员, 所以这一刻, 我决定跳下去, 来个将计就计, 否则, 我永远不能得知真相, 周文涛, 你别逼我, 我没有欺负苏密, 是你误会了, 真的, 你在逼我,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, 证明我的清白, 我很无辜地说道, 只是此刻, 我看到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, 明显看到周文涛还有江雪的脸上, 瞬间闪过了一阵惊喜, 看到他们这副表情, 我相信了苏密的话, 怪不得江雪每次见周文涛眼神都不对劲, 你跳啊, 你要是跳下去, 我们就相信你是清白的, 嘿嘿, 此刻, 旁边那些看人脑不闲事大的人, 竟然开始鼓吹我跳入大海, 杨杨, 你说清楚, 你跟苏密到底有没有关系, 江雪此刻, 也在大声地质问我, 好, 你们都不相信我, 我跳下去, 说完这句话, 我就纵身一跃, 真的整个人直接从这里跳进了面前的大海之中, 当我跳下去的时候, 狮子弯的工作人员, 这才匆匆地赶了过来, 现场顿时一片慌乱了起来, 而这一刻, 我感觉我的脑袋真的疼得厉害, 因为之前喝了不少酒, 加上喝了头包的水, 一瞬间让我明白了, 他们这是想让我死啊, 只是, 为什么让我喝下头包的人是苏密, 是他不知道还是无意的, 就这样, 我跳进了大海之后, 原本我以为真的如苏密所说, 有救援队悄悄在下面准备救我, 可是当我沉到旁边的海底, 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, 一切都是骗人的, 我知道, 我上当了, 苏密说的话也不是对的, 看来是他们想联合害死我, 求生的本能让我清醒了不少, 加上我本来就是个游泳高手, 所以我很快憋住呼吸, 拼了命地往上面游, 海面上面不知道是谁扔了几个大的矿泉水平, 我捡起来之后压在身下, 顺着海水的方向直接被冲走了, 在我跳下大海没有多久, 我就看见了岸上很多的照明灯开始照射海面, 而且狮子湾的工作人员开始派人下来寻找我, 等我醒来之后, 发现我是躺在海边一个渔民的家里面, 不过这片海域离我们那个城市有几十公里, 而这已经是离我跳海三天三夜之后的事情了, 而他们也派人打捞了我三天三夜, 但是并没有找到我, 当然这些都是我通过新闻看到的消息, 而且我还得知, 江雪想让救援人员放弃对我的搜救, 说我可能早已经遇难, 而且尸体估计是被鲨鱼给吃了, 毕竟这些搜救, 江雪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, 给到救援队伍, 不过, 幸好在我发现了江雪的出轨端倪之后, 我就悄悄地在家里面的客厅装了监控, 而这个监控, 江雪自然也是不知道, 正是因为这个监控, 让我真看清楚了江雪和周文涛的真实面貌, 原来真的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, 想要害死我的, 然后继承我的财产, 至于苏密, 半年前就已经和周文涛离婚了, 周文涛答应苏密, 只要他帮他们搞定了我, 等到江雪继承了我的遗产, 会直接分他两百万好处费, 而苏密那天晚上之所以骗我, 说什么海里面安排了救援队, 其实就是他们三个商量好骗我的, 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目的万无一失, 投包加酒, 他们就是想要了我的命, 这样就可以以一场意外要了我的小命, 但是实际上苏密并不想害死我, 其实都是周文涛故意让救援人员撤走的, 收集好了这些证据, 我又尝试了很久, 终于是找到了江雪苹果手机的ID密码, 原来那个密码竟然是我的生日, 想想都觉得讽刺, 登录之后, 果真, 我从云端找到了江雪和周文涛的很多照片, 没有想到里面还有很多大尺度的视频, 当然也找到了几张和那个南模皮特的照片, 让我惊讶的是, 那张照片其实就是周文涛故意拍好的, 准备好了这一切, 我偷偷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城市, 找到了那个南模皮特, 我给了南模皮特十万块钱, 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我, 还有他们的聊天记录, 其实皮特跟江雪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, 那天在酒店桌间, 其实也是周文涛故意设计的, 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生, 而此刻周文涛和江雪真的以为我可能已经死了, 江雪接手公司之后, 居然准备将公司给卖了, 将所有资产全部变卖, 然后跟周文涛远走高飞, 就在他们准备签约的那天, 我带着一些警察来到了我的公司, 所有人看到我的时候都极为震惊, 当然更加震惊的是江雪和周文涛, 杨杨, 你,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? 周文涛和江雪两个人看到我的时候, 显得非常的震惊, 就仿佛是见到了鬼一样, 我死了, 你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瓜分我的财产, 是吧? 放心, 你们的谋杀罪名很快就会成立了, 我说完了这句话之后, 此刻, 苏密也匆匆赶到了我的公司, 我愿意当证人, 苏密霸气地说道, 原来其实苏密是不想害死我的, 他只是缺钱, 为的就是救他老妈, 但是周文涛和江雪知道, 他并不想害死我, 所以故意骗他说, 在海里面安排了救援队, 其实当时确实安排好了, 但是后面周文涛让救援队提前撤离了, 所以苏密一直蒙在鼓里, 周文涛, 江雪, 您现在涉嫌一起谋杀罪, 请跟我们会分局接受调查, 这里是拘捕令, 拜走, 一名长官此刻, 很是霸气地说道, 随即, 两个人都被直接戴上了明晃晃的手铐, 后来, 我听说, 周文涛和江雪两个人, 都因为杀人未遂, 分别被判了三年和两年, 而我因为这事, 直接起诉离婚, 加上江雪是完全过错方, 所以他净身出户, 后来, 我给了当时救我的那一对渔民夫妻一百万, 两位渔民当时感动得稀里哗啦的, 毕竟这辈子, 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, 至于苏密, 因为他答应帮我出庭指认, 所以我给了他三百万, 因为我知道, 他母亲确实需要用钱看病, 而且我心里也知道, 其实苏密是一个善良的女人, 给他钱的那一碗, 苏密笑着对我说, 杨哥, 你应该好久没有碰过女人了吧, 今天晚上, 我把我整个人全部都交给你, 听到这话我笑了, 因为之前我没敢做的事情, 现在敢了, 不得不说, 苏密真的是一个好女人。